哈喽大家好,我是双双 我在几周前和小伙伴们一起开车 去了世界上最最著名的豹石圣地之一 Bishop 这是我第一次去Bishop 也是我第三次户外豹石 这次旅程我实在是太开心了 还达成了几个个人的户外小成就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给你们 我的开心和收获 行程的第一天迎着Sierra Nevada雪山山脉 我们去了Bishop最著名的Buttermilk区域 这里有四百多条豹石线 已有很多非常非常大的石头闻名 我们没想到的是刚到Buttermilk的前十分钟 就迎来了一个超级大惊喜 哈 真的假的 是吗 如果你是攀岩爱好者 你一定听说过Ashima的名字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们有多激动 当我们看到Ashima就在我们眼前爆石 我们去的时候Ashima还在认真地磕这条线 所以为了不打扰它 我们就去了它旁边的另外一块石头 开始热身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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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在Nio快要爬完这条 有点点高有点点恐怖的热身slap线路的时候 人群里突然出现一阵骚动 大家都看一下另外一边 哇快爬 Ashima Ashima已经成功磕线 爬上这条难度是V12的evolution线路 接下来我们去爬了一个Bishop的经典线路 是一个难度标为V1的线 但是大家普遍认为都很难 你需要把自己的身体放在一个巨大的弹形的洞里 然后伸长胳膊去摸到第一个起步点 我们这次去报时的一共有七八个小伙伴 我们这次去报时的一共有七八个小伙伴 大概分成了两个小伙伴 能爬V6以上的专业组和户外刚刚开始起步的业余组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 你可能不会看到很多大神爬高难度路线的镜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条线叫Hero Roof 它是Buttermilk的经典线路之一 评分很高 也是我在Buttermilk这一天爬到的最喜欢的线路 一路上去的沿点其实都很好抓 因为毕竟是一条V0的线路 但是在这一步的时候有一个轻角 然后下一个手点的位置比较远 我就在这里掉了脚 因为没有想好接下来一步抓哪里 好在及时挽回完成了这条线路 第二天我们转站去了HAPPY 是Buttermilk附近的另外一个集中的宝石店 今天行程的第一站肯定是Eric Schatz 这个Bishop最著名的咖啡甜品店 买上早餐和午餐 Happy虽然是在一个峡谷里 需要稍微徒步走大概15分钟才能到 Happy的名气不如Buttermilk那么大 但实际上它有很多非常适合新手的宝石线路 我们先是在这条威宁加的线路上进行热身 这是我们进入Happy区域看到的第一块石头 这条线路本来起步有点难 但是小菜用了一个非常好的Beta 就是最开始用了一个Need Bar 索西这样一个动作来起步 后来在这一步的时候 它又用到了一个Need Bar 我们纷纷尝试了之后都感觉很开心 因为对于一个V0的线路来说 能用到索西这种技巧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我纷纷尝试了之后 因为我们在这条线路上进行热身 我纷纷尝试了之后 我纷尝试了之后 然后我们爬了一条同样难度也是V0加 但是是一条裂缝线的线路叫做Corner Route 虽然说是裂缝线 但是这条线并不需要你有任何爬裂缝的技巧 基本上一路都是错拉上去 只是在中途有一个比较高的点 你需要找到裂缝里最好抓的那一点 用正确的方向转 接下来就会很容易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HAPPY的另外一条经典线路 叫做Monkeyhane 这是一条V3的线 这条线路非常好玩 它顾名思义你要像猴子一样 把自己吊来吊去 利用各种勾脚和挂脚 把自己身体控制在墙壁上 NICE 把脚直接倒回去 这条线路也行 它叫做V3的线路 这条线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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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勾脚和挂脚的技术还不太到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爬这条线的过程中充满了增长 接下来这一步还蛮需要力量的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洞口的一边 要越过这个洞 用胳膊把自己撑上去 我选择了挂一个很高的脚 这样把我部分的体重往上抬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之前刚刚掉了脚 也是差不多到了体力的极限 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慢慢把自己扒上去 爬到这里的时候 意识到这是我户外完成的第一个V3 所以心情特别的激动 接下来我又排了一条非常令我自己骄傲 但是可能令我妈妈担心的线 这条线是Happy最经典的线路之一 叫Heavenly Pass 它的高度大概是25英尺 也就是8米左右 在这种嗨爆的路线上 你没有什么可以失败的机会 如果一次不成功的话 摔下来受伤的几率会非常大 在这个部分的手点和脚点都非常的小 所以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挺紧张的 但同时也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就开始让我第一次会相信我自己的脚 在一个很小的点上都会和墙有足够的摩擦力 把自己支撑起来 最后一天我们大概只有两小时的时间 然后就要返程 我们来到了与Happy对立的Sed Folders 在这里我们围观了乔女神 用她高超的勾角挂角的技术 完成了一条V4的 和昨天的Monkey Hang 有一点像的线路 叫做The Fang 我决定也试一试这条线 因为我觉得前两天爬了一些比较低等级的线 在这边以后 现在对户外抱时多了一点信心 想要去尝试一些更难的动作 是为了 这边打开 哎呀 来 就这样 我们结束了两天半的Bishop暴食之旅 这次让我觉得户外暴食简直太好玩了 希望看完这个视频的你对Bishop有了一些了解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过来试一试